自己打有時候打得比較快 那前提是你以後習慣之後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怎麼樣呢 再來就是做填滿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跨欄之中取消了 那再來就是租行租個租個的把它做什麼 我再跑一下這個可能 再把這個刪掉一下 然後再拖拉一次Ctrl鍵按住 讓它再執行一遍 這個OK了 那再來這個的話 再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也OK的 其實 主要剛剛會錯的就是這個啦 所以你們剛剛呢 只要看到什麼 錄完的結果裡面呢會有一堆什麼 End with 一堆的 你們其實可以參考那個第19頁 第19頁呢你想要把它改成這樣 它就取消那個 跨欄之中了 那 再來就是自動幫你填滿 那填滿其實它這邊 總共就是只要一個動作就三行 一個動作就三行 不過像我的習慣 還是一樣要把它精簡 Select Selection 有沒有 Select Selection 就把它Delete掉 那另外它底下會幫你多寫一個什麼 最後再把那個範圍選起來 好像也多餘 所以這個 這一行其實也可以把它刪掉 然後 所以 這邊的話 這邊 我把它再執行那個 第一個給各位看 所以你會發現 合併之後 那我們就是再分別 針對那個範圍 然後 D2 D5 然後 可以把這邊 只要是Select的話 就把Select 跟Selection 就刪掉 然後底下這一行 再選取一次 不用 多餘的 所以這樣子的話 其實可以再更精簡 精簡之後的話 大概最後留下來的 就是只有 總共 反正你重複幾次 它就重複幾行 這個就填滿 把它改一下 改成 18 OK 那這個也把它刪掉 另外的話 如果你看到什麼呢 程式裡面會多一個什麼 Active Windows 點什麼 SmallScore 當冒或刪 意思是說你 這個 他們 這個東西都是因為你捲動滑鼠 錄製的時候 你捲動滑鼠 那如果你捲動滑鼠 其實 它會幫你露出來 但是其實 不需要這個功 所以如果你看到這個 你可以很直接的把它刪掉 OK 那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最後做完之後 其實就兩個步驟 註解的話 就一 是 取消跨欄之中 二的話呢 就是在什麼 再填滿那些資料 所以這邊的話就填滿 就是 底下的話 比如說 我希望能夠 幫我這邊範圍取消 所以我這邊跑一次 給各位看 你可以 取消 OK 然後呢 再分別把這個範圍填滿 這個範圍填滿 所以一個一個的話 就分別的 幫我把底下的東西填滿 那就完成了 第二階段 OK 所以第二階段就完成 相關的參考 的那個程式 是會是在那個 第 一樣是在 這個第二段的話會在第21頁部分 在 19頁到21頁 19頁是 刪掉那個不需要的那一段 and with and with 然後再來的話呢 把那個程式最小的話 刪掉不必要的程式 不必要的程式裡面 最大的其實就是那個 也是slash 最後還有底下那一行也不用 其他的話我剛剛呢 如果你要看到細節 各位有看到說如果你要 慢慢讓他 程式慢慢跑的話 剛剛是按下那個上面有個 這個 執行 他這個按下去是全部跑 可是如果像我剛剛是一個 一行一行慢慢跑的話 你可以利用什麼 在執行 在偵措裡面有一個叫 組行 組行裡面有一個叫F8 也就是說 你假設要看到程式的細節的話 是可以善用那個F8 那我在21頁裡面也有提到 你按F8的 好處是說 你就可以怎麼樣 組行組行去看到細節 比如我這邊再拉一個 聚集這邊執行過 然後如果像 剛剛的東西 假設我可以切到Visual Basic裡面 那一般是直接按上面執行 或者從這邊直接執行的話 他一次就全部跑完了 太快了 我如果希望讓他程式慢慢跑的話 你可以從Visual Basic裡面 這邊按F8 游標記得放這個範圍裡面 的其中一個位置 F8的話呢 按一下 他就會跑一行 按一下呢 就跑一行 所以 這一行還沒跑過 所以不會 跨欄 取消合併嘛 所以 按一下 取消那個合併 這個時候就合併 那填滿 你只要按一行 他就幫你做一個動作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覺得對於未來 你在 就是處理那個巨期的問題上面 也非常的方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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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